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手向当中的一些小知识 我们看这个是典型的三大主线铜圆 铜圆就是说感情线它有一点点下垂才能够铜圆 那么跟智慧线,感情线的尾端 跟这个智慧线和生命线的起端 它同一个地方出发,连在一起 其实在感情和理智方面常常是混淆不清 而且呢,经常做出一些傻事 以至于男女之间的麻烦事情很多 事后又追悔不已 所以说这种特点的人呢,称为感情糊涂蹄 糊涂虫,因为感情线压在智慧线上导致感情用事 而不顾理智,失去理智的婚姻 当然会弄得一团糟糯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 这个就是思想啊,不够集中 要多注意 这个不然会一直喜欢有很多想法 但是抓不到一个重点 就是想的多,做的少 感情上呢,要多体谅一点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 这种才能相处的更加的美好 婚姻更加的完整 这个胡线,我们说天文上窍 他这个心性还是比较高 利于晋升,利于这个创业的 财工也是非常不错 人文和天文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护卫 但是呢,这个食指跟中指之间缝隙比较大 这个早年不于钱呢 早年呢,父母不给力,不助力 我们看这个有富士业线呢 正职之余呢,还有一些富业 全长后世逢雄化其夫妻族 这个三大功啊,八卦也是比较饱满 感情呢,有机会在23到26岁之间结婚 这个一种感情状态 但是他天文呢,感情现在上窍 上窍之后呢,又冲了指缝 就容易啊,犯小人 犯烂桃花 这是一个 好了,有关这个手相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